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跟诸位同学介绍过摄谱菩萨 这是在华言会上 一百七十多个团体 排名这是第一个 菩萨众 上手一共是列了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实际上就是代表整个华言法会的圆满发展 这个意义很深很广 我们修学 尤其是要发心修朴行形的通修 那么这个纲领是必须要抓住的 就在菩萨名号之中 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名号里面的含义 所以我们了解的不够深 不够广 不够彻底 所以只要能够心结几分都得很大的受用 可以说都是在修朴行形 修朴谐行形的重要 无量寿经商就说得很清楚 在第二评里面 贤共遵修朴贤大使之德 我们要如何地学习 这二十位菩萨所表的就是 普贤大使之德 无量无边 会修行的人掌握住他的刚性 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普贤菩萨 这个注意一定要记住 它是代表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佛法当中的根本法门 代表整个大方广佛华言这个法门 所以是法门主啊 为什么它代表这个法门 因为它是法界之体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真如自信 真如自信是普的意思 普遍虚空法界 后面跟他同名菩提菩萨 有九位 年菩萨 十位 这是普 菩萨是别种之总 其余九位 种种之别 种别 渊柔 菩萨的意思才越满 这个里面 游总又别 那么后面 从海悦 广大名菩萨摩河河沙 这个以下 这是在十一面 最后一号 这个是一位菩萨 一名 跟前面的十位菩萨 同名 这有闲师 第二层的意思 前面这个十位里面 讲总别 这个两段的时候 和起来看 就是同意 同 是义中之同 义是同中之义 总别不二 同意不二 这才形式出一阵法界 形式出大圆满 总别也好 同意也好 都是讲的 我们自己真心 本性 不是讲别的事情 这一点 一定要把它掌握住 然后才知道 这部大经 跟我们的关系 多么密切 什么关系 生活的关系 工作的关系 工作的关系 修学的关系 聊生思 除三界 成佛果的关系 没有任何经典 能跟这部经相比了 这一部经 我们能够在一起 共同学习 这个机遇 无比的稀有 我们要能体会到 前面虽然把 同名的菩萨介绍过了 为了加强我们的认识 便利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修学当中 真能够用得上力了 我们再讲这段经文 简单做一个总结 加深我们的影像 普德菩萨 我们这个 这个可以简略地称了 中国人喜欢简单吗 普德最深灯光照 这个名字太麻烦了 太多了 我们就用两个字 大家就知道了 普德菩萨 这是讲大德普 哪些是大德呢 在佛经里面总说 三德密藏 这个三德是 不如法身解脱 要细说 那就讲这个 差别的德项了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差别德项 归纳起来 这三大德也 法身德 薄热德 谢陀德 这个三德密藏 我们听说 没见过 跟自己可以说 毫无印象 毫无印象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法身菩萨才真的 实法界里面的众生 都没有啊 都只是听说而已啊 所以我们的回过头来 落实在差别的德项里面 差别德项里面 我们也要抓到总纲领 总纲领是什么呢 孝敬 这在差别德项里头的总纲领 主要知道 整个的佛法 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佛法的教训 教出训 从戒律教起 从规矩教起 你看看 《菩萨戒经》里面说 孝明为戒 所以我们在地藏法会里面 给诸位同修报告的 佛法自食之中 就是讲一个孝道 从孝清开始 孝道做到最圆满 就成佛了 等着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媒婆 孝道还欠缺一分 还不愿吗 这个是总纲领 这个孝阳父母 观经上三福 是一条 是普德 我们讲差别的普德 养父母 养父母之身 父母年老了 松活齐居 做儿女要尽心照顾 这养父母之身 还要懂得养父母之心 让她的心情愉快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这才算尽效 除这个之外 还要懂得养父母之志 什么是志 父母的愿望 违背父母的愿望 那就是不孝了 你能够养父母的身 养父母的心 你不能养父母的志 父母的愿望 你做不到 古无时候 人心淳朴 虽然教育不普及 可是古代的 这些帝王 地方上 这些宰官 我们现在讲 现实上 父母官 奈命如子 他要教化 人民 国家没有办那么多学校 用什么方法教呢 用歌舞 用诗词 用戏剧 用这个方法来教 受到良好的效果 这种教学的方式 是中国古时代传下来的 孔老父子做了一番整理 比如说 稳斗诗说 定礼乐 夫子做这个工作 提倡 用这个古无 细域 用这些方式来教化老百姓 把这个教育跟娱乐集合在一起 非常高明 非常有效 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戏剧 国武就更不必说了 内容是些什么呢 长安讲用四个字 忠孝介义 教忠教孝 教杰教义 这个戏剧 这个戏剧的内容 总不外乎这个原则 而国武里面 也是有一个很高的原则 必须要遵守的 孔老夫子制定 所谓的诗 诗三百 从前的诗就是唱歌的歌词 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 寻了三百篇 他是到处去收集 收集来之后 学院里面内容最精彩的 这个不符合标准的 都把它淘汰掉 这样保留下来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四五行三个字 十三百 一银而闭之 月 四五行 你看看 国武启发人 正知正经 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欲教于乐 完全走上了一说话 使人观听 印象深刻 他看了 听了 他学会了 一生 除世待人 借乌 他就有了标准 以这个为准则 这都是大德 这个孝这一字 我们平常也讲的很多 这一个字 两个小时 也讲不完 所以 佛法是以孝道为基础 因为佛法是思道 思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 有道理 孝道衰了 思道 怎么能不衰呢 没有这个道理 你的基础松动 孝道是基础 孝道是基础 所以我们讲到德 第一个就是孝道 孝道就是尊师中道 孝道 古武汉 古武汉 先王 治过平天下 他就把这两桩四群抓到了 他的这个国家就安定了 就稳定了 就稳固了 孝道 孝道跟思道 孝道 这都是四十 这都是四十我们亲身所经历的 今天我们都佛金 我们的感触 应当比古时候的人 要深刻很多倍 古时候这个基础稳固 苦少 还有一点小落 现在我们的基础松动 可以说是苦度美落 哪有落 所以多了佛金 感慨万千 儒家讲的德目 莫是刚目 德行的刚目 无能八得 儒家教学叫人 无能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关系要清楚 关系要搞好 这纹长 我伦 造端于夫妇 这古人讲的非常有道理 夫妇是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十 这最小的一个单位 世的外面是家了 所以你看这个教学 从哪里教起 从夫妇开端 夫妇和睦 给主说 家庭兴望 国家富强 天下太平 这个道理 现在几个人懂了 没人懂了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 离婚率这么高 就知道 家庭破碎了 社会就不能安定 世界就没有和平了 你们说你们有责任吗 整个世界的动漫 不能怪别人 回过头来想想 自己造成的 所以从十展开 这是家 家里面 有父子 有兄弟 父子 相亲 兄弟 有爱 都向外 都扩展了 家的外面 是社会 社会 有君臣 有朋友 君臣 有义 朋友 有信 四海之内 可以借朋友 也 人与人之间 相亲相爱 互助 互作 共同创造 整体的 繁荣 兴旺 这是冷场的教育 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了 然后再跟你说 人与一切万无的关系 与大自然的关系 再推展 人与天地 鬼神的关系 这是中国古代教学的内容 中国这个教育政策 最早 汉五帝 制定 虽然 年轻多年来 该朝 缓代 可是教育政策 始终 没变 从汉五帝 一直到 清朝 中国的教学 都还重视 轮常 法德 都是以这个 来教导的 常 无常 无常是 无种常道 常永远不能变更 如果不守常道 这个人 就跟畜生 没有两样 人是动物 人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高一等呢 人懂得无常 这个无常是说 人 义 离 置 信 这是做人的 基本原则 人 是仁慈 知道 关心别人 爱护别人 帮助别人 这是人 所以中国这个造资 你看人的泄法 是二人 就是叫你 想到自己 同时 同时也要想到别人 推几级人 这才算是个人 如果您这么不懂 那人跟畜生 没两样的 意识之计 义务 不接受权利 我帮助别人 我为社会大众服务 不求报偿 这叫做义务 如果设施 我做多少事情 需要多少报酬 这个就不是义务 那是什么 那是礼 礼是将往来的 礼上往来 是要回报的 送礼要回礼的 义务是不要人家回报的 我们现在讲做义工 义工就是不要报酬的 义务 应当 为社会 为国家 为一切众生 足 诸佛菩萨就如是 做最好的样子 给我们看 所以经典里面 称诸佛菩萨 大得 他知道今有 他自己生活所需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三一一波 过最简单的生活 对社会做最圆满的贡献 他们是一种义务教育的工作者 义务教育就是不求报酬的 不需求果报的 这样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 才为社会大众的好榜样 天人道四 这个是一切众生 对如来的尊称 真做出了一个好样子 第三是礼 刚才讲了 礼才有往来 礼有节度 换句话说 礼是规矩 知识 社会的知识 规矩 今天的法律 也包括在这里面 它的范围非常广大 人人能守规矩 人人守礼 人人守法 大家就可以红目相处了 譬如说 人与人相近 这个相近有礼 最恭敬的礼 三句空 我们是现代人 要学现代的礼 学佛的人 我们只有对佛像 才行跪拜礼 对人 从我们本身提倡 不行跪拜礼 获掌 三文训 最近里 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常讲 佛法要现代化 本土化 大家要真干 你要走上现代化 本土化 佛法推广容易 大家都愿意入佛门 来学佛法 有很多很多人 一看到学佛 见到法师都要跪拜 他不学了 怎么样 抬不进来 他这个膝盖骨很硬 弯不下去 你看看 我们用这个方法 把许许多的人 挡在佛门之外 罪过 如果说后掌三文训 这个我也可以 你就带多少人入佛门 所以要从我们本身做起 任何场合 见到法师 我们嘴巴里头 给法师顶礼 实际上的问讯 绝对不要去顶礼 法师绝对不会怪你 他要是怪你的话 你把我讲的的话 跟他说 我们有个道理 会吓到很多初学的人 不敢学佛了 还有一个 吃素 这个也障碍 许许多多人入佛门 大家一听 吃素 不学佛了 你看看这个素食 障碍了多少人的 发生毁灭 所以黎炳老一生教训 他教得很成功 他有他一套办法 他绝不劝人吃素 绝不劝人受戒 他只劝人 皈依 不劝人受戒 不劝人吃素 那是你自己的思绪 你自己发现 这个很有道理 他在台中 能够借饮几十万人念佛 有他的道理在 所以有些同学问 吃了多少年就酥了 忽然之间又有人 强迫家里人 说他身体不好 要他吃肉 这召集的不得了 这发誓 我这个能不能瓦身啊 我说你就查嘛 净土五经一论里面 都没有说 吃肉就不能往生 没这条啊 没这条 所以我们也不要 坚固的就支出 好像看到人家吃肉了 就好像犯了好大的罪一样了 不可以用这个眼光 不可以用这个心态去看人 素食可以劝他 要说一个道理出来 素食对于健康 真有好处 这个有道理 现在这个肉肉食 跟从前不一样啊 五十年行 你说吃肉食 我也赞成 今天的肉食 你请我吃 我也不敢吃 为什么呢 堵啊 这个肉不能吃了 这个地方我不太清楚 台湾那边 台湾那边那些同修们告诉我 台湾养猪六个月就杀了 天天打荷尔蒙 打针 让他赶快长胖 非常不正常 所以那个猪吃的都是有毒的东西 那个肉怎么会没毒呢 现在人吃肉时 得起奇奇怪怪的病 病从哪里来的 古人讲得很清楚 病从口如马 鸡就更不能吃了 六个星期就杀了 而且都是养在笼子里面 养在笼子里面 我们想一想 如果这一个人 从生下来 就把他关到建牢屿 关到养胖的 再把他拿来杀 你说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那个怨恨 怨恨是毒啊 不要以为人有怨恨 那个动物都有怨恨 过去我们养的家畜 都是养在外面的 没有杀他的时候 他很自由很自在 他生活得很快乐 心情不一样 现在的时候 统统坐牢坐建牢 每一天喂毒药 那个肉能吃吗 所以从前一般也吃肉 生怪病的少 现在生病的 不是要多多少 奇奇怪怪的病 实在讲 现在麻烦还大了 蔬菜都有农药 你说糟糕不糟糕 但是鼻筋呢 比那个肉食的时候 是要好得多 这个蔬菜里头 农药是没错 这个肉食里头 有细菌病毒 比这个素食 那要高很多倍 所以我们想一想 为了自己身体健康 我们选择素食 你这样分析 给人家听 人家想想 有一点道理 看到我们素食的人 很健康 不比他们天天吃肉食 吃不贫的 不比他差 甚至于他健康程度 还不如我们吃素的 让他知道 素食对于健康成熟 有真正的利用 用这个方式来劝导他 这个就对了 五常理命 智 就是现代人家的理智 不敢勤用死 性事将银而有信 人意理智性 这五种常道 做人一定要懂得 如果这五种常道 不讲了 没有了 左传上有一句话 人气场 在妖心 妖魔鬼怪 就兴旺了 人要不讲求 这个五种常道 社会上 妖魔鬼怪就多了 什么是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不讲人意理智性 那么换一句话说 不讲人意理智性的 就是妖魔鬼怪 这也正是 《愣音经》上所说的 我们这个末法时期 邪思说法如很好杀了 邪思 就是左传上讲的 妖魔鬼怪 这五种常道 文长两个字 就包括这个内容 另外在德木上 有八条 叫八德 八德 八德在古书里面 一般的说法 孝涕忠心 礼意廉耻 这是八德 非常重要 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奉行 你才算是个人 儒家定人的标准 是这个 你这个做不到 你就不算是个人 你做到了 才算是个人 而佛法的标准 是五戒十善 你能 修五戒 行十善 你这才算是个标准的人道 人有 人有 人的道 人的道 就是 五戒十善 福福 赞福里面 第一条 孝养 父母 奉仕 四掌 雌心 不杀 修实善意 你能把这四句做到 佛法里面讲的 人道 得生 人道的条件 如果 你这四句做不到 人身 射了之后 你就不能再得人身了 所以佛说 一个人 射掉人身之后 也就是你死了以后 再得人身 来生再得人身 佛说 如早上土 指甲缝里的六地点土 这是佛的一个比喻 世尊当年在起书 几乎多元 他做了一个表示 像地上抓了一把泥土 抓了一把土 然后撒掉 手上没有了 指甲里的黑位点 这学生看到了 释迦牟尼佛 说这问他什么意思 老师 你这 不要什么意思 佛就说了 人 射掉人身 来生再得人身 就像我指甲 不能得人身 像我撒在大地上的土 说明这个比例少啊 机会很少啊 我们想想 有道理 你看 我们现在 世纪这么多人 几个人呢 真正在一生 奉行 校养父母 奉仕四掌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几个人 几个人 认真在做 他如果 毁犯 不孝父母 不敬思长 造实我严 那来生不就如大地图啊 三我道去了啊 所以 轮场 霸德是做人的大根 大本啊 我们讲 差别德项里面呢 差别德 德行的最大的 最重要的 我们要掌握到啊 决定不能够守护 那其余戏说 太多了 也不必在这里 一举 每一尊菩萨的德号 都是代表 信德里面的 差别像 普光如来 这个是标 慧谱啊 因为后面有志谱 志跟慧 就要分开来讲了 什么叫慧 什么叫志 志 这个慧 善于 鉴别 就是他对 邪正是非 善我厉害 他懂得区分 他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慧 谱光 四字闯 菩萨摩河沙 代表这个德行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看破 慧眼才能看破世界 看破 意思是什么呢 正确的明了 没看错 没有看偏差 对于事出事件 一切法 通达明了 这是慧 这是慧 没有一样 不清楚 这个慧 也变法界 这是谱的意思 慧高 高明 床的意思 第四位 谱宝宝 谱宝宴 妙光 他代表心 日常的生活行为 他修的是净心 你看我们的心 佛讲凡复的心 归纳起来有三大律 善的心 我的心 无际心 分为这三大律 善心 敢善善道的国宝 我心 敢善我道的国宝 所谓是善有善果 我有我报 菩萨高明了 他修的是净心 宝 宝都是清净的 没有污染 污染的这个宝石就不值钱了 真正名贵的宝石一尘不染 一丝好瑕疵都没有 这个宝石成名贵 宝有净的意思 有光的意思 净心 清净心 能够教一些众生 看到他 听到他 听说 接触到他 都能够受感动 那就是放光了 光明变照 就有这个意思在了 他代表净行谱 进行从哪里修呢 从清净心修 心清净 身就清净了 身心清净了 保验就放光了 为什么呢 外面境界清净了 给周围说 人事的境界清净了 物质环境的境界也清净了 那么我们今天修行 修静一 外面环境没转吗 对 没转 为什么没转呢 你自己都没有转过来 你怎么能转得了境界吗 先转正报 然后医报会随着转 正报就是深清净 这是我们修学 最起码的功夫吗 你真正修行的人 心底真诚清净慈悲 那个相貌悔改 相随心转 体质悔改 身也随心转 你的相貌没转过来 你的体质没转过来 你怎么能转外面的境界 所以外面境界不好 是我们修的不好 我们的身相不好 身体不好 那我们就修得更糟糕 一定要懂理论 我们修得更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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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必须空发肌 什么因呢 圆满因 清阳大师在诸节里面跟我们说 什么是圆满因呢 需要祝福尽头之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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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